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呢,咱们继续打部落冲突第九期 今天呢,我想主要是升级我的大本 咱们先看一下我的大本的情况 目前我是四本,现在正忙五本去升 还有大概二十分钟的样子 我呢,为了迎接这个五本的到来 我准备再去打点钱 因为升了五本之后呢,所有的建筑物都需要升级 所以呢,咱们马上出发,去打点钱啊 去找点鱼 大家请看一下,我部队呢,现在是这个情况 六个弓箭手,十二个巨人,两个炸弹人,两个气球 应该能打下一些个部落啊 咱们试一下啊 稍等我先把手上的汗擦擦啊 好,咱们来啊 哦,我看一下啊,这个钱和水都不少 它有一个防空,两个弓箭 咱们把这几个拿掉之后 咱们放气球,应该问题不大啊 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四本 或者说是一个五本 四本后气的样子啊 OK,没问题 咱们先放一个弓箭手,引冤兵啊 哇,它没冤兵,太好了 咱们现在放胖子啊 咱们从下面打开一个缺口啊 OK,我的炸弹人成功炸开城墙啊 好,咱们继续放胖子 咱们先拿掉它这个防空 哇,它右边的火力很猛啊 咱们放弓箭啊 咱们放弓箭,拿掉它的资源啊 OK,OK 它没有手边的,哦,只有一个这个冰营啊 咱们把它拿掉 其他的没有手边的啊,OK,OK 好,我准备放气球了啊 等我把这个箭塔拿下啊 OK,咱们现在可以放气球了 但是它右边的火力很猛啊 我的胖子能不能顶住不好说啊 我真希望来阵风把我这气球吹得快点啊 吹得太慢了 好,咱们先拿掉它的加农炮啊 赶紧投弹,OK,OK 我的气球的攻击力还不是很强啊 对方获得了12小时的护盾 哇,我的气球拿箭塔可是不好拿啊 这是冰种相克啊 OK,OK 气球虽然损失了 但是给胖子赢得了时间啊 OK 咱们应该是干掉了它所有的防守设施啊 这局应该能拿下 就看能不能三星了啊 这局比我想象的稍微的难一些啊 气球放的时间不是特别好 这个需要总结一下赞啊 我感觉我的胖子使用的还不是特别好啊 咱这次完全是靠数量取胜 应该是胖子是肉盾再加上弓箭的掩护最好啊 这是一个问题,我得好好总结一下 不过这回咱们的战略品应该是比较丰厚啊 希望我能够打三星 但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困难啊 对方的建筑还有很多 能打到两星就不错啊 看能不能拿掉它的大本了 哇,时间一会儿不够了啊 我应该再多带点弓箭来才行啊 弓箭带少了 这一战虽然赢了 但是该总结东西比较多啊 首先说胖子放的时机不是特别好 而且呢,可能一会儿扎堆啊 如果再有个天使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而且它右边的火力好像有点猛 对我的胖子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个该怎么处理的话 我再好好考虑一下啊 我觉得咱们没打一仗都应该进步一下才对啊 否则的话 光是打仗,光是打钱的话 不总结的话没有什么进步,不太好啊 好,咱们应该能拿下它的大本 看时间了 OK,两星 但是三星不可能啊 咱们再打点钱就算了 哇,两星,两星 没拿到三星啊 但是咱们钱应该是回来了 还算够本 没赔啊 赚的不多,赚的不多啊 OK,咱们回赢 我获得了一个胜利之星的奖励啊 OK,OK 那咱们继续造兵啊 现在只有两个兵营啊 咱们先来五个胖子吧 来六个吧 多一个 好,这边咱们也来六个胖子 然后呢 再加个炸弹人 这边也加炸弹人 然后呢 再来几个弓箭手啊 我最多只能加八十啊 咱们这边再来八个 OK 大概花十七分钟左右 不到二十分钟吧 咱们稍等一下 一会儿回来呢 咱们继续作战啊 好,咱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呢 我再回来 各位方大家好啊 我又回来了 咱们看一下啊 我的这个大本营 已经建设好了 五级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先生产点这个防守设施啊 咱们先不打仗了 咱们看啊 我先来个加弄炮 咱们果然是五级大本了 能造好多新的兵器了 咱们赶紧摆上啊 十秒钟 OKOK,没问题 接下来咱们继续造啊 咱们先加强防御 来这个箭塔 箭塔咱们先摆在这个架弄炮边上啊 OK,暂时先摆在这儿 一会儿我再调整啊 我呢先把能建的都建上 因为它都花时间嘛 赵总啊 这有个隐形炸弹 太好了 炸弹我就跟 跟我的炸弹摆一块吧 咱就摆在这个地方啊 摆两颗 接下来七级大本 好 咱们再来啊 我看看还能干什么 咱们尽量多的建 空中炸弹 这是对空的 不过还有法师塔啊 咱们先来这个空中炸弹 因为它不花时间 然后咱们最后最后建法师塔啊 因为法师塔也是非常的重要 哦,再建就得要八本了啊 看来咱建不了空中炸弹了 我看法师塔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可建的啊 那没有了 咱们来这法师塔啊 就这儿吧 一会儿我再调整啊 一会儿呢 我准备重新布局我的五本镇啊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有农民了啊 但是这个建塔马上就造好啊 我想再把咱的这个城墙 再把它建上啊 就这个地方 花五十个金币 这个城墙马上就能建好啊 不花时间 咱们赶紧把它建好 然后我再建别的啊 一会儿我准备把这个城墙建完之后 重新布局下我的五本镇 稍等啊 因为五本镇和这个四本镇的布局是不一样的啊 我呢把可用的素材呢都拿出来 级别低点没关系啊 等我不完这个五本镇之后 咱们呢再逐个升级 哇这个城墙能建这么多呢 那咱们再来啊 哇哈哈能建这么多啊 没有了 再要布局需要等到六级大本了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我看看还能干些什么东西啊 防御看来是都干嘛了 那我换一个吧 我看这军队啊 我可以盖一个兵营 可以盖一个法术工厂 法术工厂也非常的重要啊 啊我明白了 然后我再看看这个资源啊 啊这圣水收集器金矿 啊那咱们应该是先来资源是吧 它再花十秒钟啊 咱们先来这个圣水收集器啊 然后咱们再来个金矿 这个还好啊 只花十秒钟 咱们稍微等一下啊 哎什么东西造好了 啊我那冰造好了 OK接下来咱们再来一个金矿啊 咱们赶紧造上 咱们最缺钱啊 又缺钱是又缺水啊 啊然后咱们造完金矿之后 我想想啊 嗯咱们再造点什么呢 资源应该是都造满了 OK接下来我看看 咱们应该是造冰营 不过冰营花五分钟啊 稍有点长 嗯一会儿我在下面自己造吧 包括这个法术工厂 我想呢咱们接下来 因为我这个还在部落站的期间啊 啊我准备把我这个城墙再加固一下 我看啊 咱们应该是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的位置啊 咱们把它加固好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 被敌人打通的话呢 它容易向两边输送这个兵力啊 咱们赶紧加固 不过我没有钱了啊 稍等啊 我取点钱去啊 从银行啊 嗯 稍等啊 我从银行取点钱 嗯 16万 OKOK 咱们把它取到我的藏库中来啊 好 然后呢 咱们接着加固城墙啊 嗯 这些城乡结合部 咱们都要把它加固上 看起来也很漂亮啊 好 咱们再来啊 所有的这个结合部的位置 是非常的重要 我看啊 还有哪个地方 还有下面这个地方啊 咱们再来啊 不过这个刷墙 可是够费钱呢啊 我这16万 这一下就没了 那算了吧 我看啊 咱们再升级点什么东西啊 嗯 我这个部落城堡 按理说是应该得升级 但是它需要80万 我看看会不会实验室啊 哇 这是9万圣水 咱够 但是需要12小时啊 嗯 咱们稍等一下 嗯 我呢 想先升级兵营算了 兵营应该只需要5分钟啊 稍等啊 啊 不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军队 好 咱们来个兵营 嗯 咱们5分钟把它建上之后 咱们再升级实验室算了啊 嗯 咱们得合理安排时间 不过兵营需要5分钟 嗯 我看看其他的工人 还有什么可干的啊 啊 只有这个兵营时间短啊 其他还两个小时 那么咱接下来 我看看啊 据说这个装饰不错 我看得一眼啊 咱们往后拉啊 好像后面有一个不错的旗子啊 这是各国国旗 这咱算了啊 这个钱咱不花 大家注意看 这有个海盗旗 哎呀 我想买一面旗子啊 哎 在哪呢 在下面呢 稍等啊 我看啊 这个要花咱五百个钻石啊 咱土好一把啊 算了吧 咱先算了啊 我再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万能神像是吧 我看这家哪个好啊 我准备买一个啊 快点 怎么还没到呢 这呢 我试试啊 哇 这看起来 不如那海盗旗啊 那咱海盗旗吧 不过我再看一下啊 这海盗旗 有点贵啊 而且这个旗子有点小 你大一点的话 还好一些啊 稍微有点小感觉啊 小吗 那咱来一面吧 稍微有点贵啊 来一面 OK 终于下定决心了 我看这海盗旗怎么样啊 感觉还是不错 但是这是花真钱买的可是 希望能有什么隐藏属性啊 我在看下 我的兵力补好没有 还没有啊 咱们还稍微得等一会儿时间 大概十分钟左右啊 希望这海盗旗 能够带来好运啊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呢会持续更新 我的部落冲突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小马视频 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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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